下面我們有請中國著名畫家 戴士和先生講話 戴士和先生請 尊敬各位民長 各位老朋友 親朋友 各位畫家 藝術家 藝術家的家族 各位觀眾 我本人是第一次在那邊寫生 我們這一集是好幾個藝術家 既有本地的新加坡的藝術家 也有馬來西亞藝術家 也有中國的藝術家 大家一起有緣分組成這名團 在這一片美麗的亞洲的土地上 山川之間從黃河一直畫到這邊來 畫到馬六甲的小格裡去 大家心情都非常好 剛一來的時候很熱 我簡直是不敢動 稍微一動沒看 就出來了 但是適應還是很快 就像江林你所說 拿著一堂展 過三天就好 看起來呢 幾個不同的國度 不同的環境 發展起來的藝術 在風格 樣式 面貌 手粉上 有很多的各自的特點 和路一樣 但是實際上呢 在接觸的越多 就越感到 大家的心理是相通的 藝術這個東西 不僅不分國際 也不分民族 它真的是人類之間 互相共同的 一個非常美好的 非常直接的 這麼一個挑戰 所以這個 感謝我們的領導 感謝各位朋友 這個 促出了這樣的一次 非常寶貴的交流和機會 我們感到呢 就是 大家有很多 父母的心願 一個呢 都是希望 這個 我們的 這個 民族 國家 各個 各自的 民族各自的 國家 大家不同的 都能夠環境 希望人民 幸福 希望我們自己 作為人民的 一部分 作為人民當中的 一份子 也能夠和我們自己 人民一起 行夠 過上和平的 幸福的 生活的 美好的生活 這個 所以 我們在犧牲的時候 看到 所有 收穫當中的 那些美好的東西 無論是 山川 還是 河流 看到那些 繁榮的 經濟建設 我們都 很心裡 高興 看到 非常受苦 第一方面呢 我們都希望 藝術 在各個國家 在各個民族 在不同年齡段的 藝術家的頭裡 能夠蓬勃的 自然的 能夠發展 能夠繼承 我們 能夠繼承 我們自己 各自的 這個 寶貴的 我們的前輩 傳下來的 這個 藝術的 環境 又能夠吸收 現在這個 整個地球村 世界上各種各樣 新的 有意思的 那些 藝術的 營養 把這些東西 結合起來 使得 我們 亞洲的 藝術家的 藝術創作 也能夠在 整個世界 藝術的 當代球局當中 發出 一個 漂亮 這個也是 我們大家的 一個 共同的心願 這次呢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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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中國人 都要一起來了 雖然 時間很短 但是呢 在馬德賈 還訪問了幾位 這個 很好的 很傑出的 藝術家的 個人的工作室 這個 在工作室裡 看到了 他們的 非常有意思的 創作 他們 用自己的 有心情的 藝術勞作 用他們 豐富的想像 他們 在藝術上的 那些 別處新材的 這個 創作 這個 豐富了 我們對於 藝術的理解 這個 我覺得跟他們 在一起的時候 我的心裡 是覺得 非常多的 覺得像 走在親人的家裡一樣 這個 這個活動 這個 很有意思 希望 這個活動呢 能夠 在今後 有機會 再繼續發展 這 是一個 很好的 開始 祝愿各位 所有 身體健康 祝愿我們 有鼓掌 讚 各位 藝術長青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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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欢迎订阅